来看看新闻网 地震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 地震发生时正是上班时间 天摇地晃的感觉 让很多上班族赶紧从办公楼里逃出 墙壁上的瓷砖被震落 南投县政府一处天花板掉落 砸伤一人已经紧急送医 而台中市某处传出天桥倾斜的消息 一家手机通讯行玻璃爆裂 谢谢 你看一下那个瓷砖好不好 对啊我们里面也有啊 里面也有 里面也都掉了 真的 里面的直断也掉下来吗 也有 那是半都搬到一半是不是 我们在上班 我们的那个偏发板 海银刚地震摇得比较厉害 然后蛮厉害高速蛮强强 那冷有很严重吗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处理 台湾高铁方面已经决定 对中部路段的部分班次 暂时停止行驶停止发车 而台北高雄两端发车的情况 由于高铁行车的时速 超过250公里 需要在确认轨道 没有受损的情况后 再决定是否恢复双向发车 这次地震堪称 台湾921地震后 最强的一次地震 而两次地震的震中相距 只有42公里 那这个地震的这个深度 是15.4公里 那最大的这个震度出现在日月潭 日月潭的震度有达到这个6级 那另外南投市 还有台中市的雾峰 彰化市的这个园林 那个也有达到这个5级的这个震度 那另外再离正央远一点的这个地区 有4级的这个震度 然后在那个台北 那个也有两级的这个震度 那这个两级的震度 摇晃的这个时间 大概是20几秒 所以在比较高的这个楼层 也许会觉得说摇晃还蛮明显的 那今天的这个地震 就是这个星星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所在地 它是属于那个南投的这个仁爱乡 也是在于直乡的在更东边 那根据经济部调查所出的这个地质图 这地表上并没有明显的这个破裂 就是说也就是这边没有找到断层 所以那这边过去有一个地震的这个密集带 相信应该是在这底下 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破裂带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有一个盲断层的这个存在 南投县的这次地震 也使得与台湾一水相连的福建沿海 多地震感强烈 一些地方的办公楼里桌椅晃动 整个过程持续数秒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